才刚熊抱小三。林瑞阳又被拍紧贴弟兄嫩妹食指交流。张婷坚守家庭八年这次反应让人好心疼。 58岁的台湾第一小生林瑞阳,和前妻离婚后,恋上同样是影星的张婷,两人生下两个健康的宝宝,共组家庭八年,相当幸福温馨,更常常在微博PO文放闪,让很多粉丝超羡慕,熟料日前她被传出禁不住七年之痒, 和公司的女员工过从甚密,甚至在大家面前互动超过朋友关系,引发外界议论纷纷,结果才过不久,又传出她在沾染二女,思生活非常混乱。 据一周刊报道,林瑞阳恋上张婷之后,备受外界争议,网友议论纷纷,认为她脚踏两条船,更直指女方是小三,当时闹得沸沸扬扬,不过后来两人恋情修成正果,步入礼堂后成星, 当时男生就已经跟老婆结束关系,张婷扶正后也被男方腾熙有加,除了一起合伙做生意外,更为她砸下重金,买下豪宅,可说是人人称献的银色夫妻。 Advertisements 谁知道林瑞阳今年中,却被拍到和另一名女生过从甚密,尤其对方还被起底,在微博PO出数章和她的合照,两人甚至甜蜜环抱,让网友看不下去,枪声,已经没了前期。 现在又要丢下张婷吗?真的很不要脸耶。不过张婷确立挺发文,现场都是我的妹妹们,我的家人,爱你们。 Advertisements 谁知道是隔不到三个月,她又再度被拍到,身旁跟住二名女子的照片,然而仔细一看,她两只手相当不安分,一只手紧紧牵住对方。 左胖膏确立挺胸妹的长达,让网友超生气。 网友纷纷留言,现在是签上瘾了吗?真是有钱就跟住风流了。放住老婆不管,在外面也不懂得避嫌。 不过相达于上次张婷和她马上回应澄清,这次两人却深意不回应,让外界看了物傻傻。 参考来源。 参考来源。